這樣就可以做成極光鋼了 喔 嗨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冬瓜 歡迎來到我的三傻亂死模組生存 今天是第十五集囉 那我們上一集不是做的這個超級巨大的這個 黑曜石生產機嗎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運作成果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岩漿有 1056桶的岩漿喔 這個岩漿超多的 然後這邊呢還有562桶的岩漿 超級OP啦 我的岩漿真的是源源不絕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冶煉爐裡面 哇你們看這個裡面的黑曜石有435塊耶 我覺得好棒喔 可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看這裡面的水 它有300多桶喔 它是岩漿 還有1000多桶喔 可是它傳進去的速度 很慢 欸對很慢 不知道為什麼齁 上一集不是有說到這個 廢棄物要怎麼辦 我在上面放一個超頻發電機 之後就可以把這個線啊 直接到前面去用 這樣子這邊底下這邊的廢棄物資 就會直接自己消除掉啦 可是如果我的電用量沒有那麼大的話 我可能也要做一個垃圾桶 把線連接到垃圾桶裡面 這樣子這個 廢棄物才不會 佔那麼多空間 讓這個區域很Lag喔 好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不是做這些設施的東西喔 今天這一集呢 冬瓜是要把我身上裝備 還有工具換材質喔 冬瓜已經選好材質了 我們先去地獄喔 我們今天要來做阿迪特跟菇 就是馬玉琳喔 為什麼要做馬玉琳 就是因為 馬玉琳他的攻擊力是最高 就是最痛的啦 他是傷害型的材質喔 所以特別需要他 那如果是防具的話就是 極光鋼啊 那冬瓜之前有開直播 收集極光密林的那個東西喔 所以應該是夠用啦 所以我們先在這邊 地獄這邊先挖一些東西喔 湖礦阿阿迪特礦阿這些 都很重要喔 212 這個槍先拿出來喔 很危險喔 然後等一下看到火無敵再抓一下喔 觀眾是說要喝 抗火藥水才可以為他吃煤炭 但是我覺得是不太可能啦 哈哈 但是我們實驗家精神 我們還是要來試試看 是不是這樣喔 因為觀眾應該是不會騙我啦 應該吧 看看能不能多挨一點喔 送給河寶跟罐罐喔 那個那一隻有觀眾說 東瓜罐罐的裝備那些都不見了 要不要幫他 考慮多做一套啊 呃我一直很想幫她做 但是我沒有時間做 哈哈哈哈 那今天有空看看 要不要幫她弄個一套吧 韆uuu 噁心的豬人 連豬人都會拿槍 真的是太噁心了 好啦好啦 打掉了 可以專心挖了吧 而且這黑色石頭蛤 玩弦五炎啊 連這個世界都有弦五炎喔 是1.16是不是 哈哈 固礦的用量比較多 所以要多挖一點喔 弦五炎要挖嗎 感覺沒有用 不要挖好了 挖回去當垃圾喔 等需要再說 唉唷我的媽 唉唉唉 在幹什麼 不要偷射啊 喔一大堆拿槍的 先把他打掉 唉唷怎麼會有幽靈啊 唉唷我的媽 唉唷唉唷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幽靈瓜 天啊這個幽靈有點像 瑪莉歐的幽靈 我的天哪 怎麼會有幽靈 阿噁 Oprah 喔 喔喔喔 這麼兇 這麼遠啊 嚇死我了 話說 我是幽靈 為什麼你打到我呢 為什麼 這邊有個 地獄門 奇怪 誰放的啊 喔!喔! 喔好煩喔! 哇這張垃圾 靈魂豬詛咒十分鐘 什麼鬼東西啊 打到一大堆有的沒的捏 好啦好啦 給你打給你打給你打 我放棄治療了好不好 唉! 變回來 我一直聽到蜘蛛聲 這個幽靈感覺是很像蜘蛛聲 欸這個豬人會拆的螢光球欸 有點噁心欸 等一下等一下 他要去拆了 等一下等一下 噢噁心的豬人 然後這個是地獄堡壘欸 而且我還沒有看到那個狐狸呢 上一集遇到 欸之前遇到應該是賽中的吧 唉呦唉呦唉呦在哪裡啊 挖到一半都要被開槍欸 有點兇喔這邊的怪物 結果我也沒有抓到狐狸啊 areas 噢 uhh 撞到東西 好我們先把半組的阿迪特 跟孤礦丟進去燒 這樣子他就會合成馬鈺鈴 等一下我要孤礦或是單獨的阿迪特的話 就是要等 裡面的東西燒完 他才不會合在一起 把剛剛的东西丟進去燒一燒 不是燒一燒 就是把槍械的東西丟進去讓它分解 要不要剩下東西好多 哇你看這超多槍的耶 我不喜歡把我的散彈槍放進來 欸? 我又打到一個AK耶 居然 那剩下的這些東西全部把它繳進去吧 來這全部把它丟進去吧 AK不要丟進去 你看他這個會自己研磨有沒有很帥 各位觀眾你看這真的是 頭盔的樣子下去磨的耶 好帥喔 然後磨完就會得到一些槍械的物質喔 然後又卡住了 他有些槍都不能 都不能研磨耶 他是不是因為有耐久度的關係 所以他不能研磨啊 孤礦跟阿滴特礦燒完之後 他自動會合成馬玉琳 就是要等待他們合成的時間喔 我要馬玉琳的東西就是 武器嘛 就是我的劍 要把它改成馬玉琳 劍刃 欸我做一下那個木人好了 測試用假人 他有小麥 乾草捆 一個乾草捆 測試木人 放在這裡好了 嘟嘟好 啊有一本攻擊力 10啊 然後我們拿這個劍刃 把材質改一下 應該攻擊力就會變痛了 那我們來砍一下 剛剛是10.4吧 喔變多囉 馬玉琳他的效果是 我一直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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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傷害就會持續增加 一點多就不會再增加了 然後還可以做一個東西 我看一下 可以增強我身上裝備的攻擊力喔 他這邊有說力量 可以帶力量護手 他可以增強攻擊傷害喔 之前上一集有做啊 鴨石英磚 基礎護手要鐵錠還有皮革 那我們先做基礎護手 然後再做力量護手 然後再把胸甲脫下來 強化在胸甲上面 力量 喔有了有了 那剛剛我們的傷害是11點多嗎 那我們穿起這個力量的 砍一下看看是多少 喔 攻擊力直接提升了 1左右耶 喔我的攻擊又更痛囉 我記得他還有一個改造項目 再強化一次攻擊力啦 減的 超超級鋒利 哈哈哈哈 攻擊力提升多少 原本是23.18 現在變成24.66 那應該滿了吧 對我的攻擊力是滿的喔 這樣也是挺痛的啦 雖然沒有上一集的 三撒三劍那個火龍劍來的痛啊 瑪玉琳都弄好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燒骨礦吧 我們等一下骨礦會用很多 我燒個一組 那我們先來用我們的工具強化吧 冬瓜的工具呢 頭全部都是用骨礦 手柄的部分 就全部把它用了鋼葉喔 為什麼要用鋼葉呢 如果手上有拿鋼葉的話 就會自動恢復耐久 這樣子以後 我就不用自己修我的工具啦 那冬瓜之前在開直播的時候 有去木光森林喔 我有打了一些物資 我雖然拿到鋼葉只有25個 但是呢 我有拿到一些鋼葉的裝備喔 那我有做一個木光工作台 先把它放出來 把鋼葉的裝備啊 東西全部先拿出來 為什麼冬瓜要把它拿出來呢 來 把它放上來 我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把它拆成鋼葉喔 是不是很棒 因為有觀眾說 木光工作台可以合成又可以拆解 我想說 喔 這麼厲害喔 拿來試試看 就覺得 真的還蠻好用的 手柄模具 我要幾個呢 1 2 3 4 5 把我們的東西全部強化成鋼葉 這樣挖掘速度應該是有差喔 它原本挖掘速度就是30.07 那變成鋼的話 就變32.16 忘了還有一個絲綢之處的稿子 好啦 各位觀眾 我的工具就已經全部升級為比較高級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來升級我們的裝備啦 那冬瓜為什麼會把裝備放在最後面呢 因為它比較麻煩 因為冬瓜想要把它升級為 極光鋼喔 所以會比較麻煩 來極光鋼它要 它要極光錠 要月光石錠 要藍銅錠 又要水晶錠 要陰影錠 又要水晶 你看這是不是有點麻煩 這樣子我們來看看這個東西能不能燒喔 看看它可不可以直接放在裡面燒 不行 它一定要放在一般的熔爐燒 來 來燒 應該是可以啦 它會變成碎片 那我們就可以變成極光錠 好我們把這個全部把它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做成極光鋼了 這樣子 6個 真的是好少喔 我的天啊 極光的東西這麼難收集 結果它的東西這麼少 哇我覺得我的東西 沒有辦法分給另外兩個傻的 你知道嗎 好吧 之後再去找吧 我們先合一合吧 極光鋼錠 18個 齁 真的好少喔 天啊 把它丟進去燒 這樣就可以燒了 喔 那頭盔的部分的話 冬瓜應該先把它用成馬玉琳跟鉗喔 為什麼要馬玉琳跟鉗 來給大家看一下為什麼 因為馬玉琳 它的基底有復仇 就是我被攻擊的時候 攻擊者會得到負面效果 我至少撞一個這樣子 我被打到的時候 別人會被扣血嘛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要用鉗呢 它有穩重跟保護 就是被打到的時候不會被擊退 所以要撞一個 這樣就不會被河毛打進去終界了 你知道嗎 呵呵 那裝備裡面那個 史萊姆騎士附甲板 這個就不會改了喔 把它放在那邊 因為史萊姆騎士很好用 那身體裡的話就是 極光鋼跟海靈石喔 為什麼海靈石 是因為在水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 集中速度還是很慢 我還是再多用一個好了 腰的冬瓜會把它改成 極光鋼跟骨喔 單純想要跑快一點 然後極光鋼就是因為 它防禦率最高嘛對不對 瑪玉琳是第二高的喔 它護角是20喔 可是極光鋼呢 它的防禦率是22 所以它是最棒的 而且它 會在緊要關頭的時候 拉你一把 所以我不知道它這個 拉你一把是怎樣 搞不好你是無敵一段時間 我也不曉得 好等之後遇到就會知道啦 那角的另外一個呢 它也是用海靈石 因為我想要在水裡面走快一點 護腿 它這個極光鋼 它是內側啊 亮亮的呢 這樣我的裝備就全部更新完啦 防禦率應該非常非常的高了 就算不用保護是也OK喔 對了各位觀眾我忘了一件事情喔 就是之前實驗我還有剩很多這個地獄之星啊 把它拿出來強化一下我的工具吧 這樣子才不怕不見了 這樣死掉之後 這些東西還是會在我身上啦 然後有觀眾跟我說 Douga 怪怪的裝備不見了 好啦 我現在幫它做啦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 好啦各位觀眾 我終於弄好了 弄超級久的耶 我給它 馬玉琳的瓶頂鍋 馬玉琳的全身 當然裡面會有騎士史萊姆的護甲板嘛 那還有牽的保護板 因為我的極光鋼真的是不夠的 所以沒有辦法幫他做極光鋼的東西喔 然後他的工具全部都是菇系列的東西喔 除了這個斧頭是騎士史萊姆的斧頭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菇喔 欸又爆炸了是怎樣 那我們馬上包一包 馬上送給良傻吧 河瑪那邊我會送七顆地獄之星 然後冠冠我也會送七顆地獄之星 然後還有強化還有保護大板 這底下全部都給冠冠的 這樣擺起來感覺比較多喔 哈哈哈哈 好我們就這樣放吧 然後河瑪就給他信封就好了 來這個是河瑪的 這個是冠冠的 馬上去送信吧 哇 冠冠這裡是怎樣 這麼大 他的信箱在這裡 信箱丟 好啦 那我們就差不多來做結尾囉 好囉 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點下喜歡 如果還有追蹤我後續的動態的話請幫我點下訂閱旁邊小鈴鐺 如果想要讓更多人看到冬瓜的影片的話請記得幫冬瓜分享唷 還有什麼建議或是想法的話請在下方留言或是知道粉絲和視訊我都可以唷 我的看人不一定回覆唷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拜託 他的樹根哪時候要拆掉啊天啊